又是我 相信很多人都在等着2021今年的到来 对很多人来说不管是学业啊工作或者是生活都全部日夜颠倒 生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那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压力啊 还有一些心理负担 那么谁也都不想维持这样的生活嘛 所以大家包括我都在等待着2021的到来 然后重新出发 那么今天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觉得我用过 然后觉得非常有效的缓解我自身的压力的一些小办法和一些心态 那相信看过这个视频之后的你们如果照着我的这些方法去做的话 或多或少都可以让你们的心理负担减轻一些些 那么我是比肖 我是一名在美国加州南加大在读的硕士研究生 硕士生重复两遍开心 我现在人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心点 疫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是就过悲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关于生活上的小技巧 或者是学习啊时间管理上的一些嗯技巧 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一直在重复技巧 如果你对我频道的主题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 然后我们每周不见不散啊 每当我情绪压力到达一个极点 就是到达一个不能再高的一个境界的时候 我就会停下手边所有我正在做或者是正在想的事情 然后看我眼前的房间和事物 就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客厅 我这边看得到厨房 然后厨房上面的葡萄饼干 盐啊 然后厨房纸啊什么的 就是这些可以就是摸到的固体 我不知道 但是每次当我就是看房间里的这些固体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个就是自我的一个feedback 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说 我的那些让我烦恼 还要让我很大压力的事情 好像都是一些我自己产生出来的压力 就是那些人和事情其实都是看不到和摸不到的 人看得到了 但是事情本身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东西 那压力是从这个虚构的东西里面从而产生出来的 我自己就又沦陷到这个虚构的情绪里面 然后去无限的放大 然后无限的情绪紧张 但是我停下手边的脚步 手边的脚步 但是如果我停下手边的事情 去看我眼前的房间的这些静态的可以摸可以碰到的物体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 哇他们这么安静安详的坐落在那里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的生活好像也还是可以每天有东西吃 有水可以喝 然后有电可以用 好像事情没有想的那么那么糟糕 那每当我这么想之后呢 我就会觉得 哎心里的压力好像过多或少都有舒缓那么一些 我真的觉得还挺有效的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们觉得就是现在你们身处的这个房间不是你们理想想要看到可能会让你们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话 你们就看一面空墙也可以 静态的门或墙或者是窗户窗外静下来看 看那些可以触及到然后安静坐落在那边的东西 然后我真的很烦我每次录影都会说一大堆 然后可能就是我真的推荐你们试试看这个方法 不管你们现在在哪里 你们眼前的这些静置的事物 你们安静下来看一下 就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好好的在那边 那好像我也挺好的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除了这个快速缓解压力的方法之外呢 我还会去想我现在都有哪些职位 学生啊或者是女儿啊 哥哥啊姐姐啊爸爸妈妈男女朋友啊都可以 任何职位就是任何你现在是就是处于的职位 我确认我这几个职位了以后呢 我就会想这几个职位有哪几个是我现阶段 最可以去接受最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职位 我感觉我真的不太适合当老师讲话 怎么这么的不清不楚啊 就比如说你的生活中作为女儿的你 或者是作为妈妈的你或爸爸的你 让你给你带来很多的压力或烦恼的话 先暂时不要去focus在这个职位上面 那如果你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学生 那这个学生的职位你觉得 哦上课好像还可以作业都能完成 email我也可以回 另外的那个职位就是保持一个 就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个互动就好 我们先focus在不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多情绪压力的职位上 然后你找到你的这个职位了以后 你就去看这个职位有哪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可以去完成 那我们大事情先不要去想 你先去想说你今天明天也不要去想 你今天现阶段可以完成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要focus在这个学生的职位上的话 以上这些事情都是你可以去做的 你就会从你选择的这个职位中得到一些自我鼓励和信心 从而会给你更多的动力去面对那些你比较不想去面对的职位 做这些事情呢都代表你在给你的开心做铺垫 那如果你想不到任何一个你想要接受去面对的这个职位的话也没有关系 少一点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平复一点的事情去做 可以是比如说瑜伽呀或者是散个步啊 吃个好吃的呀 任何能让你心情稍微好一点的事情 做完这些事情以后 你的心情还有你的状态 才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量去面对 去接受那个你最能接受的那个职位 非常非常的抽象吧应该 我也是我想过要去当老师的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太行哦 那这两个事情都做好了以后你的心情可能会好那么一点点好 百分之一也是好一点点 那我觉得你就已经准备好去迎接这个崭新的一年了 那我们活在这个新的一年的过程中呢 肯定还是会遇到一些让你心情不快的事情嘛 那我们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嘛 很多很多人都会说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去运动啊 去吃点好的呀 去做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 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啊 来舒心啊 然后来缓解压力啊 但是我有一个我从2016年就开始在做的一个事情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做它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让我缓解非常非常多的压力 然后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避风感这样子 那就是在任何平台上面 我是在Instagram上面 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号 那这个小号不是说 哎跟亲朋好友说 哎我创了一个这个小号你过来follow我吧 这个小号只有你们可以follow 不可以有人follow 就是得是零follow人 没有粉丝 不可以有粉丝的一个账号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子 你们才可以随心所欲的在里面挥霍 在里面发泄你们的情绪 想要说什么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就算只有一个粉丝的话 你还是会下意识的 即使你不这么觉得 你还是会下意识的觉得 如果我发这个 他会怎么想 那就没有意义了呀 这个空间就是让你随便挥霍发泄这个地方 如果你还要去想别人怎么想你的话 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就是做这个号的意义了 那这个那有这个号呢 我希望他可以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嘛 那我就不想要任何人知道这个号的存在 所以这个号是没有办法透过任何 比如说用户名啊 照片啊 或者是任何信息 来去知道这个账号的主人是谁的 这些都是在提升你对这个账号的信赖和安全感 从而让你在里面就是大肆的发泄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呢 我喜欢在我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打开这个小号 往里面发一张黑白的照片 那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会打开这个小号 往里面发一个彩色的照片 那下面配的文案可以是任何 你想要带脏字的去写这些文案都是可以的 因为没有人看到没有人会去care 那么每当我在那个账号发泄完了以后 我当下的心情就会一瞬间的好那么一点点 即使我知道没有人看得到 也没有人会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 但是我就是会变好那么一点点 因为我就把它发泄出去了 有一个窗口让我去发泄这些情绪了 久了以后 当我在回去刷这个小号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 哦 这是我这些 我这些发过的文章里面 有哪些是彩色的 有哪些是黑白的 这样我可以去跟踪去track 我的心情的起伏的变化 而且你再刷到第一张 你第一张发那个post的时候 你点去看你的那些文案什么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哇当时的自己心态好有意思啊 这个小号一定要设置成private 我刚才忘记讲 那有以上的重新整理自己的情绪 还有面对情绪时该怎么处理的一些小办法之后 我相信你们或多或少 对这个新年就是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 那你们可以再配合属于你们自己的解压方式 也请透过留言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解压的 这样我可以把你们的解压方式 融入在我自己的生活中 让我们全部都变成不会被击败的超人 新的一年你们都已经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冲就完事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主题的话 欢迎帮我点赞订阅留言分享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关于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